準的分享大家可能會有一些意見 或者是問題想要來進行交流 那麼如果您有問題想要來填寫提問單的話 麻煩請舉手 我們將有工作人員協助來發放提問單 另外只要有寫提問單 我們就有小禮物要送給你 所以不知道現場有沒有朋友 來這邊 好來 如果你有任何的問題的話 那就會請舉手 麻煩請舉手有工作人員來協助 還有這邊的提問單給您 謝謝 好 剛剛這個卵博士真的非常的佩服他 因為我本來以為他是茶博士或者是酒博士 結果都不是 他是醫學博士 所以這個是我看過最厲害的斜槓 也非常感謝今天能來跟大家分享 這邊跟各位做個報告 台鐵局其實近年來我們也非常的努力 我們甚至把以前我們台鐵局一個歷史很悠久的單位叫餐旅服務總署 把它轉型讓它變成副業盟務周期 那它轉型以後呢 它的業務就從以前比較單純的便當的業務 我們就拓展到另外兩個領域 一個領域就是鐵道觀光 另外一個領域也很重要 就是輪創 也就是商品輪創 那所以我想未來我們台鐵局在這一個部分 也會拿出讓大家眼睛為之一亮的作品 那接下來我想壓軸 我們今天也非常的榮幸 也非常高興 能夠請到我們在苗栗的左野小屋的創辦人 鄭美淑鄭老師來跟我們做這個分享 各位台北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來自於鄉下的山上的左野小屋 剛剛卵博士說人的一生要留下什麼 我真的也想留下什麼 所以我是一個退休老師 在退休的這後十年真的是拼死拼活 要替自己跟我們的台灣留下什麼東西 那先來說叫做文創 那我本來是一個農科的老師 把這個農科導入休閒 然後再導入文創 講這個歷史給大家聽 然後創立左野小屋 說品牌還來得太早 因為大家都有百名歷史 那我們才差不多有二十年 但是我也想創立百名品牌 因為後續我大概有一百多名年輕的員工 他們也接續這樣的一個產業 希望這個產業是不會間斷的 那講到左野事業呢 剛剛說他就是一部台灣的休閒農業的發展史 什麼是休閒農業很簡單 就是把農村的好山好水 我們說好山好水好無聊 所以要怎麼樣 要讓來客來這邊能夠體驗農村的文化 還有農業的產製促銷 然後提供給遊客來這邊體驗 然後他得到身心靈的滿足 當然是為了農家的生計 這個就是台灣的休閒農業 他說什麼休閒農業這個產業呢 應該是溯源到光復以後 我們政府說以農業養工業 以工業振興農業 但是到了1969年 農業曾經飛航坑達過 但是到1969年他呈現負成長 還不是零成長是負成長 農業就無以為繼 然後當然政府提出很多的方案 包括一鄉一休閒 副立農村 振興農村發展方案 但是到1992年我們定調 這是由一個台灣大學的教育推廣的 這個系主任叫陳昭隆老師 產官學定調這個叫做休閒農業 那定調休閒農業以後 我們那時候大概1990年到2010年 也是台灣休閒農業的最蓬勃發展期 那時候只要在台灣的鄉下 蓋個休閒小屋 休閒民宿 休閒餐廳 休閒下午茶什麼的 大家都可以做得很好 但是我剛剛說大概到2010年 就開始走下坡了 為什麼我們看到這個是曾經有過的現象 我們看到這一個是我兒子畫的很可愛的圖 就是在風口上連豬都會飛 就是2000年的台灣的休閒產業 但是我們台灣人的不好的習慣喜歡模仿 喜歡大家好做就盡量大家騎上去做 所以就把風口塞住了 然後就開始摔豬了 但是人家有的豬有的翅膀 翅膀是什麼呢 如何利用你的優勢資源 創造屬於自己的核心價值 然後還能夠堅持下來 就是你有情懷 然後堅持下來 然後現在呢叫做文創產業 跟文創跟文化結合 然後把它做成產業 然後加上有力的這個品牌的打造跟行銷 就可以天空任我好想 大概大家撐過這個疫情 然後像我今天要出門的時候 我們家的園區大概有一千多人左右 一個小小的園區 那我也覺得說我撐過這一波疫情 而且呢一個小小的佐野小屋 能夠到這個台北最精華的地方 跟大家分享 我想呢 我可以走出帶著這些小朋友走出一片天 然後這是佐野小屋 我們也沒有想到 我以前是一個老師 我先生是在做庭園景觀的 我們也沒有想到呢 可以往大都會去發展 然後跟各位介紹就是說 一個新品牌導入生活的這個概念 融入一些新的觀念 然後打造品牌 佐野小屋現在有兩個品牌 一個是佐野小屋 它就是我們現在講農業山生生活跟生態 然後佐野藍藍就是我的藍藍品牌產業 這樣一個概念 然後我們先講這個品牌 佐野小屋 它是來到這邊 希望大家來體驗 山居的生活 山居的生活跟環境 所以第一個打造品牌 就是這個生活美學 怎麼樣呢 讓你來到山上以後 體驗這個山上之美 山居之美 包括住的 第一個來就是感官的體驗 然後我們利用建築 建築的特色 建築的建材 建築的形式 甚至呢 在浴室 在陽台上面下功夫 讓人家來到這邊呢 跟都市一樣 不一樣的 不要把那個都市的那個高大上搬進來 不一樣的山居生活 然後這個就是我們佐野小屋的最有名的古倉 這在台灣南部的鄉下 以前我們這個年代是家家戶戶都有的 然後來到這邊的客人會覺得 兒時的回憶長大的夢 所以這個建築的特色會營造一個這樣的一個氛圍 這是我們的古倉屋 然後呢 山居的歲月環保生態率建築 然後第二個就是風格的傳達 大地就像一塊畫布 你怎麼樣去畫它 這個就是畫家本身的這個個人的一個喜愛 或者是修為 然後呢 我們依照我們的特質呢 來營造這個園區的主題 這就是我們園區 在2000年的時候營造的這個山藝園區 那時候在造這個園區的時候 很多人說我們兩個頭殼壞掉 為什麼 因為大家喜歡蓋什麼 巴厘島風 希臘風 什麼 歐風 什麼風 我們什麼風也不會 這個叫台風 台灣早期鄉下的樣子 就是我活的那個50年代 大概50年前 我今年60歲 我喜歡十歲那時候的生活 所以是我自己最愛 然後呢 我最厲害 為什麼我最厲害 因為我是那裡長大的小孩子 不然你去弄一個什麼希臘風 藍百鄉間的蓋在鄉下 叫做希臘民宿 我也覺得勢不像 這個就是我們的這個園區的定位 能夠走出差異化跟別人不一樣的 然後現在有兩個民宿 一個就是在本園區 一個在分館 就是叫引述 然後這個是我們本園區 每一條小路通往每一戶人家 這個就是50年代的鄉下 叫做什麼 叫做雞犬相聞 叫做業不必戶 這樣的一個鄉下的氛圍 然後這種鄉下的氛圍 反而現在吸引國外的客人 所以要不是沒有疫情 我們家大概六 三六九十二月 就是台灣休閒旅遊的魔咒 那幾個月幾乎都是外國人 當然現在有國旅 也蠻不錯的 然後剛剛我有講 我們把在建築裡面 很多的鄉下的油氣空間去借景 包括浴室 包括陽台去做休憩的空間 然後用藍藍布來佈置我們的房間 藍白之美 然後過年的時候 那一位是我的兒子 他是世代美術系畢業的 寫的一首好書法 他每年過年大概要寫上百副春年 紅春年 紅燈籠 紅配綠 真美麗 我們可以把這個年節的 營造得很好 然後這是我們的常商分館 這個在去年買下來 本來是租的 後來買下來在營造的 他是一個團體的包房的方式 可以在那邊辦活動 家族旅遊或者是同學會 吃的 吃的呢 用不好意思 我們做蔬食的 把在地的料理 在地的完美的呈現 然後第一個餐廳 就是大安 在台中縣大安鄉 以前是最窮的鄉 然後我們在200年的時候 就在這邊開餐廳 利用農村的婦女的勞力 今天生意也不錯 本來先生要陪我來 他回去這邊幫忙 然後呢 這是三義 三義是做蔬食的 挑戰不可能的任務 為什麼 客家莊大家都是勞動力大的 要大魚大肉 但是我們在這邊開蔬食餐廳 用在地的料理 這個就是我們家吃得到的 在地的客家舔菜 然後我們現在種 大概三萬顆的芥菜 醃酸菜 然後把它做成一道 屬於我們自己的料理 然後這個也是 這是客家米食 客家菜包 然後蓋上酥皮 變成很像是蛋黃酥 其實你咬下去是菜薄米 這樣的一個令人 活躍無窮的一個美食 然後第三家 這是第三家 我們另外八月分開的農村廚房 就是做飯桌的料理 然後還有我們的咖啡屋 這個是我們的經典款商品 這個是清代 我等一下會講藍藍的清代 薑黃做的酸吉林 這個是我們最近的經典款 用天然的顏色來導入我們的飲食裡面 天然顏色的菜包 酸菜包 然後 昆貝 這是我們的冰果市賣的 這是第四家 在園區裡面的店 然後最重要有一家在這裡 這個看出去就是101 就是在產品的四樓 我們當初鄉下人覺得很驕傲 可以到台北市最精華的新一路段 最文創的百貨成品百貨開店 不過最近有一點挫敗了 疫情並沒有很回來 然後來到山上 除了住的吃的 當然要安排活動 安排體驗活動 讓大家不會覺得很無聊 然後這是一天的體驗活動 包括帶客人採摘 帶客人把染料植物入菜 這樣的一個郵程 然後這個是整套郵程 到做成這個 我們的中午的美食 哇 然後讓遊客來到這邊 他是深刻的體驗到 無感的體驗 然後帶著滿滿的這個回憶回家 最後當然要你怎麼樣 買得很高興 所以你會帶著滿滿的這個回憶 滿滿的這個商品回家 滿足你到鄉下來的時數 不夠於種種的欲望 好 剛剛是講到生活方面 然後我們的生態 當初會到客家莊去做這樣的園區營造 最主要是客家人 他們滿保護他們自己的山林的 所以我們到這邊來 我們也盡量不要去破壞這個山林 融入到這個環境裡面去 這是我們整個著眼 我們在使用的 在做這個遊客的 給遊客分享的面具 超一公頃而已 其實我外圍租了十幾公頃 在做生產 就是種菜種染草跟做生態 盡量做到低密度的開花 然後這個是我們的主園區 如果去左眼應該最先看到的是這個 小橋流水 這邊是山泉水 我們盡量做很多的水塘 去讓生命無限的去生長 讓他們各自生長 然後這是不擦的花 我很嚮往那個不擦乾的 那我朋友說這個植物叫不擦的花園 世紀成婚的變化 然後這個是也是山寨版的羊角村 叫做牛角村花園 我們都這樣取的 這個是他們你看同樣一個景 在春天在將來的快到了 再超一個月就是這樣 顏色的變化 然後呢 四月份的時候 歡迎你來欣賞 冤尾花大概好幾千株的冤尾花 然後六月份的時候 有繡球花 再接下來七月份到十一月份 有大概好幾千隻一起出現的 畫斑鐵跟紫斑鐵 在這個園區裡面 然後這個 這一定要來的都沒有人掛 四月底的時候的螢火蟲 你就看我們生態保護的多好 然後染料植物園 重視乎十種染料植物園 在那邊解說用的 那剛剛是生活生產 欸生態再來就是生產 就另外一個品牌 叫佐野然然 把這個產業呢 導入文創 然後豐富它的內行 這個很好說故事 然後生意就是這樣的天氣 生意的山上 你們如果走高速公公 他會說生意是多物區 生意就是要物都 我們住在裡面實在不舒服 有時候兩三個禮拜看不到太陽 都會得憂鬱症 但是呢老天爺關了領算門 會關開山窗 他會長這麼好的東西 叫做山藍 或者叫馬藍 有人稱為大金 他是穿在身上 是可以防蟲抗脹氣的 這個是來自於哪裡呢 來自於中國西南部 整個台灣北部的山區都有 然後尤其是客家裝 客家人以前穿這個叫做 閉路藍履起山林 要起山林要穿這個藍山 因為剛剛說 他可以防蟲叮咬 然後我們在三億呢 加上我自己的榮愛背景 加上我這二十年來的努力 我們種出全世界最好的藍店 我在國際上還蠻有名的 在天然染色街還蠻有名的 所以從去富裕藍草 他在台灣消失了整整一甲子的 富裕他 然後呢去跟在地的土地做鏈接 就是跟在地的客家文化去做鏈接 然後呢去把他穿上身跟時尚做結合 當然穿在我身上就不時尚了 我已經六十歲 去讓他能夠讓他這個藍藍 能夠跟時尚做對接 然後能夠呢變成生活化 這個就是我剛剛說過的 在人的一生中 要留下什麼的一個軌跡 然後 這個就是藍草 可以藍藍色的草都叫藍草 我們是種山藍 全世界上大概有二三十種 這四種是有在經濟栽培的 我們是種這個山藍 從一級的生產 種植 因為我剛剛說我是學農的 我們現在種的超過三公頃 然後呢把它製成最好的藍墊 剛剛有提到我們有最好的藍墊 然後透過二級 二級是什麼呢 工藝 就像我兒子那樣 他們學美術的 是做這個布的文量的 然後有做染的 然後還有後端 還有做什麼商品設計的 這些年輕人呢 那這個農產品 它可以創造新的價值 然後透過行銷 透過理念的傳達 我們希望我們的農業是六極化的 變成一個令人感動 而無可取代的一個產業模式 然後南南怎麼樣去說故事 第一個 它的歷史 我剛剛說 大概在荷蘭 荷蘭人進駐來台灣的時候 大概1736年 荷蘭人進來台灣的時候 就想把它引來台灣中 在台灣的南部中 台南但是沒有成功 到1736年才有記載 什麼記載呢 輸出的記載 為什麼有輸出的記載 那時候應該是鄭成功帶進來的 從三峽 從鹿港 從安平港輸出 但是呢 在1880年 它要升為我們全台灣輸出品的 第三大輸口品 你看有過這樣的輝煌的歷史 但是為什麼沒有了化學染料 1940年左右 就是德國人去從 郊門有提任那個化合成藍 然後這個產業就零了 然後呢 到1992年 我的老師 一個叫馬芬妹老師 再去把這個產業找回來 然後我們就跟著他做 所以我剛剛說過 馬老師常常跟我講說 梅蘇阿你要認真 要努力把這個產業復興 我相信呢 沒有像我們這樣把它做成產業化 這個產業大家都在玩 沒有了 因為太辛苦了 所以必須要有人 拉著一批年輕人 然後從事這樣的產業模式 然後呢 我覺得我會在歷史上留下一筆 這個是我的想法 它是一個好東西 多麼好 講到這個真的是眼睛會發光發亮 它是一種藥草 叫做藍板藍 不知道你們聽過板藍根 是它的根 它的葉呢 可以提煉色素 還可以一種有很好的東西 叫做清淡 它的精華就是清淡 剛剛我們說 我們用在那個雙淇淋 用在食物上 其實它是很好的中藥 希望這個醫藥博士呢 多研究一下這個清淡 融入體驗 然後呢 組合產品 苗栗是油桐花的故鄉 這一條 油桐花 這個清淡獅金 也是我們的金田館 十五年來不敗的金田館 這是我們的代言人 其實沒有錢的代言人 那是我的好朋友 熟利 然後呢 一路走來 現在我已經走到這裡了 很辛苦的二十年 然後 講這個故事很感動 老天爺給的顏色 這個叫青色 以前不叫藍色 藍是紫草 青出於藍 就是這麼來的 然後呢 老祖宗去無純金 十公斤的草 去翠一公斤的墊 然後我們現在用的時候 叫煉藍成華 再次的用麥芽糖 用米酒 用木灰水 去還原染料 成為可以染布的狀態 而且要經過一次一次的染色 你看染那個字 染幾次 染那個字 是染酒 水 有沒有 其實呢 我們至少每一件衣服 都要染三十次以上 如果做鞋子 大概染一百次 這樣去穩定它的顏色 這是我們的賽鋪廠 然後呢 經過我們的後加工 剛剛說有一些學設計的 做成這樣的商品 加室類的 然後服裝 現在是跟外面的設計師合作的 有三個設計師 然後聯名的商品 包括鞋子 包括這個袋子 時間到好快一點 這是我們工藝師的作品 得獎的作品 然後在外面的破店三億 這是我們家的店 然後傳藝中心現在是一個館 心意的五樓 台南南賽圖 然後我們的發表會 這是前年去年在成品 辦一個蠻大的發表會 這個是在那個機場展覽的 一路走來 最後了 這是人要有使命感 要有願景 要有傳承的心 我最喜歡的事情 然後用心把它做好 我的朋友常常跟我說 你不用希望在我這一代發工發亮 我剛剛說 我有一百多名年輕人 跟著我們三十五歲以下的 我們希望在他們這一代 能夠發工發亮 把一件事情用心的做好就對了 這個品牌多好 它有文化 它有在地性 它有特色 它是環保 它對人體是健康 我們希望透過年輕人的手跟思維 讓他的面向變得很豐富 這是我們行銷寫的 取之於土地回歸土地 取之於天然感動世界 我的願景 老天爺給我們這麼多的好顏色 吃的用的穿的都有 是我們這一代人 對不起我們的後代子孫 我們希望把這些好顏色找回來 然後剛剛說 這是我兒子的手 這是我的書 這是傳承 從個人興趣 然後做到將來 希望他可以永續經營下去 然後最後呢 希望大家到山東來做客 謝謝各位 還有一些對台鐵 先這樣 剛剛我這樣講 很希望我再講一下 再一分鐘 就是剛剛我一直說 場域的營炸 台鐵其實很多的站都蠻可以做在地的產業營造 可以素作不一樣的氛圍 把這個 現在人很喜歡打卡 像我們家很多人都幫我們做宣訊 其實都不是我們的行銷 都是去打卡的人 然後呢 我們很懷念台鐵的便當 其實可以加上各地的風味 然後包括包裝 像現在我們跟那個大院子快要退出來了 大院子的飲料 然後只是一個我們藍藍的腰帶而已 可能會我們也期待他會去做這個異業結盟 可以發光發亮 然後周邊商品 這個剛剛台北已經做很多了 還有呢 現在很流行快閃 其實看看有沒有機會 我們在小回到小時候 在哪一個站可以買到那個便當 便當 大家要便當 那樣的氛圍 那一定會造成一個大風潮 好 謝謝各位 20分鐘很感 非常感謝鄭老師